又一次登上了我要上春晚的这个舞台 没错 说实话心里面特别的激动 特别高兴 但是在今天正式表演之前 我首先要给大伙赔个不是 这怎么还赔不是了呢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犯过错误 不是 您看啊 演员在台上出现点小事故 这都正常 非也 不是小事故 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 多大罪过呀 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 说我自己长得帅 这个该枪毙呀 别闹 我没闹啊 当然 我也是时至今日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 不是 你都说这么些年了 怎么才意识啊 因为我们家买了一个大衣柜 大衣柜 上面有镜子 你以前没有照过 嗯 他还认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 我认为一个男人的长相并不是十分的重要 最主要的 什么呀 要有内涵 这话也对 要有渊博的学识 说起这一点 怎么着 我做的就很到位呀 你是又找到另一种恶心我们的方式 干嘛呀 讨厌 认为我怎么形容一下自己 才高八斗 学富武车 太有文化了 那么有文化 我觉得在当今文坛恐怕没有人能够跟我相提并论 当今文坛没人跟你比 但是在渊远的历史长河中 这什么造型 这是 有一个人可以跟我并驾齐驱 谁那么倒霉 唐伯虎 唐伯虎 唐伯虎大伙应当了解 姓唐明英字伯虎 是 大书画家 大文学家 对 所以说有关于他一些艺术的门类 我都很为关注啊 还都知道 首当其冲的 他的画 画 美人图 那唐伯虎的美人有名 还有他的诗 要我最喜欢的还得是他的戏曲 戏曲 有一个戏叫唐伯虎点秋香 说这个戏名大伙可能不甚了解 这个不怪大伙 因为大家不是干这个专业 这对 据我了解 恐怕整个东南亚一带 也只有我一个人演唱得了啊 我也会 那分分角色吧 那我来唐伯虎 你唐伯虎 你演两个角色 一个画老夫人 一个秋香 没问题 那咱们现在开始唱吗 你先坐下吧 坐下呀 你抱着我 我抱着你 谁抱着谁啊 什么抱着你 找带啊 那就帐上呗 谢谢啊 弄把人挤走了 你看看 这吧 唱啊 你有兵呢 你在台上 这会儿你张嘴 你先说话呀 该我先说话 那你觉得我这个地方 说点什么好呢 词也不知道 巧不巧 这巧什么巧啊 唐古东东响 夫人我生了唐 这是要生唐的呢 审我呀 什么毛病这是 唐古东东响 夫人我生了唐 我的丫鬟石榴跟我说 说这华安呢 他竟敢欺负他 你说这华安也是 他怎么就能非礼这个石榴呢 他怎么就不非礼我呢 你说有病是吧 我 怎么样 我这道戏走心了 你走什么心 你说你正词 你说那废话干嘛呀 什么正词啊 你说正词来呀 将胆大花安带上堂来 带你了 带我呀 来呀 把这胆大的花安座带上堂来 来 参见夫人 这怎么地了这是 参见夫人 参见夫人 你有病是不是 我生气呀 你生什么气 我这参见三回了 你说话呀 又说什么呀 大胆化安 你竟敢将石榴欺负了 说这话呀 大胆化安 你竟敢非礼这个石榴 啊 齐名夫人 非是死摇身 欺负这石榴欺 而是石榴欺诬告死摇身 呀呀你个屁 哎呀 什么大意儿的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男人 我算看透了你知道吗 敢做你还不敢认了 闭嘴 哪来的 你说你正词啊 用什么词啊 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认打呢 认打打你一百杀威棒 认罚呢 罚你画一幅观音像 这就得画观音了 对呀 哎 你是认打还认罚 这认打怎样 认打打你一百杀威棒 啊那小身可承受不贴 那是你身体不行啊 我这练身体来了 那你就认罚吧 这认罚又怎样了 罚你画一幅观音像 啊这倒不难呢 呵呵 那就画去吧 这小身虚邀请 什么邀请啊 小身虽一姑娘云魔托 秋香就该来了 对呀 秋香啊 你上来 你为这个画案 顺便监着把画观音像 来啊 把这画过带下堂去 夫人命我画观音 我素素去呀 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演怎么 什么怎么样 你把这画夫人糟蹋成什么样了 那个 那怎么办 这就算了 这秋香你能好好来吗 我太适合演秋香了呀 适合 你们大伙看我这脸长得比较魅气 你知道吧 你这脸长得不是魅气 那是 晦气 晦气干嘛 你这模样不行 我得给你捣拾捣拾 化妆 化妆 那粉底液啊什么那个 哎 哎 这借我一下行吗 什么样 这这来来来把这盖 大概有个女孩样啊 我这像秋香吗我这 我这不整个一熊大吗这个 熊大 就就就大概意思 行行 大概意思啊 你说说吧 怎么回来 这这戏呀 我这是边唱边画 然后咱俩呢 边眉目传情 眉目传情 成就了咱俩这段千古佳话 行行没问题 行吗 没问题 你这还得给我研磨你会吗 研磨会就这么 你这不贪奸命吗 不就这么 你美着点啊 这带点身子 哎 来了 咱这就开始了 眉目传情了 恭敬那个端庄昂昂画 我佛眉目传情 比走龙舍 画上个观音老母 就在那个当中坐 但里根儿 杨柳那个竞平儿 就在那个手中握 但里根儿 官室阴有灵验啊 你老人家保佑我 保佑 保佑我去秋香 这位美娇鹅 大里根儿龙 你怎么才来 我都想死你了 你这是秋香 我这石榴 确定你的 谢谢大家